哈喽,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今天又来看楼了,今天看的是一个整栋 等等,就是我后面这栋楼 看着门脸好像挺小的吧 其实啊,这栋楼的面积很大的 看今天的天气多蓝呀 占蓝色的天空,阳光正好 你看像这种楼,阳光这么充足 晒被子呀,晒衣服呀,多舒服呀 而且喜欢阳光的人一般都会喜欢这样的房子吧 而且你发现没这个阳台这么大呀 我觉得作为出租屋的话 这种大阳台的肯定是特别人气的 还有你看它这种出窗的设计没 像这种窗户不是说直接在墙上 就是跟墙是平面的 它是出来的话,这样一个窗户就可以有三面彩光 其实有一阵时期的日本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 而且在窗户上摆点小东西 是不是感觉也挺不错的 而且日本的好多房子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色 比如说像这样的房子 虽然它是一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做了一个小门楼 有意思吧 这个小门楼就代表这个的出入口 就是正式的有一个大门口 就会觉得好像还挺讲究的 所以呢看到这样的小门楼的话 就知道这是一个入口 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你看你以为这个只有三层四层只有两户吗 不是的 就这只是一部分你知道吧 然后呢你要往后走一走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哇后面这个大白楼也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建呢 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日本不是土地是私有的吗 你可以看到前面这块地呢 它是建了一个停车厂 就算不建停车厂也可以建房子吧 但是后面的这个地呢 它是连起来的 像一个L型的楼 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建成这样 买一栋这样的楼收租的还是挺棒的 有人问买套房子能移民日本吗 那答案肯定是不能呀 那又有人问说 想最简单的方式移民日本怎么办呀 那我就说可以买一栋这样的房子呀 我们可以走进去看一下 这种呢就叫做收益性的房子 和自住的房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说白了 自住的房子一定要买自己住着喜欢 住着舒服的房子 但收益的房子无所谓 你看像这一栋楼 有十几二十户 每一户都是单独的一个套间 有一居的有两居的不一样 你想呀 这一栋楼看起来很旧吧 那有什么关系 留自己不住 像这样的二手的楼价格便宜 出租率高 所以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收益率高的话 这就是属于你的公司的收益呀 通常那种谁也不想干 就想移民到日本待着的那种 养老过生活的那种 那其实预算多的话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楼 先成立一个公司 以公司的名义来购买整栋的楼 公司就是这栋楼的管理者呀 然后你管理物业就是你的主要收益 而且这整栋楼的管理 其实也不用你自己亲自上门管理 日本有非常完善的管理团队 你可以委托一个这样的团队帮你搭理就行了 而且管理费并不高呀 通常可能只有租金的5%左右的收入 而且是有租金才能拿费用 没有租金就没有费用 所以呀这个管理团队可以帮你干好多事 比如说帮你招募这个租客 帮你发布招募的信息 帮你跟租户签约 租户包括入住和退房 他们都会管的 房子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缮呀 他们也会管的 包括清扫 总总吧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有专人给您管 收费还不高 您自己可不就躺着收钱当包租公包租婆吗 那你说这是不是移民日本一个最最简单舒服的方法呢 当然了买这样一栋楼肯定不便宜呀 怎么也得一两个亿日元 差不多一千万人民币的规模才行呀 然后有人说你是不是骗子呀 忽悠我们买楼啊 其实不是 这是对您负责才这么说的 你想呀 通常开公司买楼拿经营管理签证 经营管理签证每年是需要续签的 续签的标的是什么呀 就是看你的流水呀 看你的收入 这个收入包括很多 比如说要覆盖整个的公司的运营的成本呀 怎么也得给老板自己发工资吧 工资还不能太低 一般都是托家带口来的 怎么也得三百多万日元一年的年薪 这已经是最最低的标准了 要不然他会认为你在日本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能力 那通常你光开公司不能只有老板一个人呀 你得雇佣员工呀 一般最好是雇佣两个长勤工 那你想吧 那你给他交社保也好 给他开工资也好 雇两个人要需要多少钱呢 其实你不是真的要雇这两个人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的收入大概要达到差不多的水平才行 虽然刚开公司的前一两三年是可以做成赤字 就是不盈利也没有关系 赔钱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一直赔钱 总得有赚钱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签证才可能由一年变成三年 慢慢的时间到了才有可能变成永住 要不然好多钱可就白花了 所以说呀 移民日本拿经营管理签证这一步是所有的签证里面相对比较容易的 但是经营管理签证最难的就是续签 你要达到标准才能续签不然有可能拒签的话 前面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就都打水漂了得不偿失 如果有些人可能过了三四年举家又回国的那种 宁可千万别问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收入不达标 然后被日本政府拒签了 那就移民失败只能回国了呗 像这样一栋独栋的投资公寓 就特别适合经营管理签证移民使用 因为他的收入的租金每年足够高了 足够维持签证的续签 那现在业主能做的就只有说是等待十年一到 到了以后就可以申请用住了 这个房子竟然很有露台呀 真不错 你别看房龄有点老 但是这样的收益物件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比如说你可以开公司以后用来贷款 很多人刚来日本个人名义是很难在日本银行拿到贷款的 但是这样的房子就可以 另外呀你看一栋楼有这么多户 即使有一户两户搬走了 房子空出来了也不用担心 因为剩下的租金是完全可以覆盖成本 覆盖包括贷款的内容的 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一般这种投资公寓房的空置率是很低的 通常离车站都不会太远 单独一个小房子有很多留学生呀 或者是刚步入社会的单身呀 租房都是首选这样的房子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通常都挺好的 离车站近呀走路就能到呀 有公园呀有图书馆呀 还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超市便利店都在周围 生活是非常便利的 而且离车站近的房子将来不想要了 想出手整栋卖掉的话也相对容易一点 这真的是一个安静的街区啊 所以很多人喜欢住在这样属于居民区里面 生活比较安静 没有那么喧嚣 然后呢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买这一整栋楼呢 里面都租满了 真的租满了 满租的 现在的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稳定 所以呀 如果想拿签证的话 这种楼是非常合适的 好吧 今天整栋的这栋楼就看到这儿啦 然后有什么的话给我留言哦 还有啊 记得帮我点关注 转发 还有点赞哦 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啦 就这样啦 拜拜咯